從上面撇短 下面撇長 這邊要對齊 一般都是對齊這邊的 直化 這邊因為停住的關係 所以這邊產生了擠壓 凸出來的感覺 細細瘦瘦的 注意中間這個緊密 中弓收緊 然後這應該逆一下 滑下來一點 弧度鋪開 拉出去 升 直停停的 停一下 擠出去了一點點 因為收筆動作所造成的 不是畫出來的 升 上面因為是個填 所以要寫得比較開 中間填多一樹 所以寫得比較開 下面是一個日 所以寫得比較窄 不過為了要支撐上面的筆畫 所以那 樹畫寫得非常的渾厚 好 均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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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間隔距離要抓好 升 錄 從開始到現在第一個遇到竹子的 古代寫竹子的時候 唐朝楷書很多遇到竹子全部都寫草布 所以很難看得到字裡面有所謂竹字的筆畫 幾乎沒有 在唐朝幾乎沒有 好 鐵長 點 所以每次如果把它改成竹部都要自己先揣摩一下 還好這個延正清直接寫竹了 這些配的好多字都不認識 這些字的字意都要去查一下 才知道這是什麼字 因為不太常用啊 好 注意這間隙喔 雖然很窄 還是要努力維持大家都差不多 撇點可以稍微大一點 因為通常都有平衡的作用 也 折 這到底有沒有勾啊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勾 有時候因為帶筆所產生的 逆上去再下來 R斜扁一點 稍微抬高一點 以後再送出 進 橫畫 再折下來 細的 好 再來是短的 短的 重的 好 點 習慣點 兩個點在上面 點 繞一下 繞動的動作產生一種逆風的效果 拉開 順勢送出 鋸 左邊是直束 瘦瘦的 右邊滑上去以後還是重按 這邊還是做一個簡單的收筆動作 出息差距是很大的 然後這個點都是比較 短的 但是還是有點薄嘛 後面不用黏住 最後一個長橫 到後面壓下來 它這個皮好長喔 這點也不小 長而且拉動 壓下來 支 點 跳上去 中間這裡要夾緊喔 這樣才看起來 緊湊 那地方屬於中宮收緊的部分 四周再做一個放鬆 綿 逆一下 再撇出去 這樣看起來比較囚禁有力 點一下 這個點又很大 眼正器的點真的是 有弧度 拉動 又點一個下 雖然都點的大小還不一樣喔 那這個 很厚的 一束 升 向中間集中 折還是用力的折 折就是換方向 劇烈的方向 這個是點 他必須比斷一眼 帶上來 斜撇 撇以後 順勢這個長橫 有壓 就壓一下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很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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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略帶側封出去的 升 按 做的點還是很大 然後他的長橫 穿透的這個點化 撇 這個做到是特別喔 因為這裡面要寫兩個人 唐朝的不寫兩個人 都寫兩個口啊 這裡真是乖啊 其實這個字 都是在我們看來都是比較很標準的標準字 不是貼寫字 書法家不喜歡寫這種標準字 因為不好看 他都喜歡寫口啊 兩個口兩個口 做 做